我們回到第一章 請那個林童公回到 剛才我們唸的詩篇第100篇 100對我們來講 好像非常完整好像很美好 為什麼呢 當學生的怎麼樣 這邊有學生 學生的呢 考試當然希望100分對不對 那工作的呢 希望有好的表現 有傑出的表現 即使遇到困難之後 我們能夠勇往向前 讓專注完美的態度100分 那怎麼樣子 年紀老了 不能說年紀老 到了老年的時候 我們除了能夠安詳晚年之外 最主要還希望我們什麼 我們的子孫是對我們 百依百順的 非常孝順非常好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是人生每一個階段很完美很好的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特別是基督徒就喜歡說 我們當相主歡呼 或者是一般還沒有認識組的呢 他們會希望說 如果我小孩子考試考得好 特別是現在要大學或高中聯考 如果考得多好 我們當中有人教導小孩子非常優秀的 哇 當把那個記憶回到知識之前 當小孩子考上考的學校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開心 高歌一舉 那我們今天來看的這首歌 這首那個詩篇的這首詩是怎麼樣 他算是稱憲詩 那在這首詩呢 在有的人說怎麼樣 他就是散去在各個地方的以色列人 他們期待有一天回到他們的家鄉 然後在那裡敬拜 那也有人怎麼說 也有人說 在他們要聖殿完成之後呢 要進到那個聖殿裡面去讚美神 那我們想 無論是他要回到家鄉 去敬拜讚美 去還願 或者是聖殿完成的時候 他們都會遇到什麼 他們都會遇到我們紅字上的一個是 遇到麻煩 遇到困難 那回家的時候會遇到各式各樣 險惡的環境 或者是你在想 你在一個上天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樣 也會遇到很多困難 錯綜複雜的事情要解決 所以當他們一旦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 一旦可以回到家的時候 他們是心存感恩 而且詩人的第一句話就跟他們講做什麼 虎天下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你們都要來向這個造物主來觀護 來侍奉他 無論是怎麼樣子的情況 你們都要向他來歌頌 向他來讚美 我們常常可以講說 我們剛才講說 哇 你每一個階段很完美 考試一百分 工作 專業 表現傑出 每一個階段都很完善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你都很完美 都很棒 但是呢 你的心理 即使跟你有 一百分 你還是不滿足 學生可能不一定 可是呢 除了社會工作上 或是年老的時候 在別人演的中 看起來就是非常好 非常完美 可是怎麼樣子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 哪裡多愁善感 或哪裡不滿足 給你一百萬 你也不開心 當你擁有一百萬的時候 你有可能開心嗎 不一定喔 當你子孫滿堂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長者 他未必是開心的 所以詩人 他在這邊講 當相主 歡呼 歡呼是什麼 歡呼是一種 從你裡面滿足 你沒有一百萬 你沒有活到百歲 可是你內裡面有一種滿足 一種喜樂 一種盼望在你裡面的時候 無論什麼樣子的環境 無論是你在建聖殿也好 在善居各處的以色列 回到他們家鄉也好 無論他們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在此時此刻 都是非常的開心的 那我們再來想說 在他們建聖殿 或者是在他們善居在各地 回到家鄉的時候 怎麼樣子 像遇到各式各樣的麻煩困難 但是上帝怎麼樣子 上帝永遠是用信實慈愛的方式 來去引導他們 我們可以說到說什麼 在他們要進到這個 我們講的這首的 詩歌稱謝詩 的這一個 我們要來細細的去學習 或者是分享 你們當他的第三節 你們當曉得燕和華是上帝 曉得是什麼 曉得是 不只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 我曉得我知道是我承認 他原本真實的意思是承認 那我們把它套用在 他之後的經節裡面 我們承認我是他所造的 是屬於他的 這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我們都知道 否則你不會花時間坐在這邊 可是 我們可以再更細一點講 有的人他 我可能是來教會 成為基督徒 可是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就像剛才祷告 昨天晚上很熱鬧 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是所他所造的 或者是 你知道 你不願意像他 原本的意思是承認 承認 他真的是我生命的一切 真的是 屬於他的 有可能 有一種可能是 哎呀我承認 我是他造的 我是屬他的 我是他的一樣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們就像這個畫面上 這個一樣 在這個規範 這個我們用想像 不願來扶 做我們想像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個 規範這個真理在這邊 我記得之前我們有講到說 那時候SARS SARS非常嚴重 很嚴重的時候 那個歸聲局局長 當他進到和平醫院的時候 他身上穿的防腐的裝備 那時候他不會覺得很薄啊 他那時候一定覺得說 大部分可能直膩一點 為什麼 直膩一點我才可以抵擋 外來的環境走位 其實真理也是一樣 有時候我們覺得那個真理啊 哇壓得我好重 但是我們是受在這個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律 我們不是遵守那個律 是那個律讓我們在遵守當中得到自由 這樣子你們明白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就像這個羊一樣 就是這樣子一個環境下讓我們 悠遊自在 得到保護 得到滿足 得到豐盛 但是我的腦子 我知道他我曉得他 但是偶爾還是會偷偷的望向外面 甚至像另外一邊的圖案 覺得離他很很遠 然後脹稀稀的 或者是覺得重擔很多 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從剛才講的 不是他所造 不是屬他的 是他的羊 但是我是哪一種羊呢 那我們來看說 當這一群 這一群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 當他們會這樣說 說哎呀當像普天下 我不是自己喔 並不是所造的 是普天下 當像耶和華 歡呼歌歌唱 是因為他們了解 你想那個羊在外面 在外面流浪 在外面 奔波的時候 當他們了解說 有一個主人 會這樣子 稀稀的引導他們的時候 他有沒有 他發出一個讚美 一個感謝 因為他知道這才是我生命當中 我的祝福的管道在哪 在哪裡 我們都是渴望祝福 渴望受上帝的引導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 還沒念神學院時 有一個老媽媽 她怎麼樣子 其實她也不怎麼樣 她沒有過著像我們想的 基督徒應該有的豐盛 有的富足 甚至呢 在我們看起來還有一點 哇 生活實在 不能夠說混沌 就是她常常拍她先生的罵 因為她先生是一個情緒起伏不定的人 我們都覺得 他怎麼有這麼大的毅力 忍耐的 耐心在她裡面 但是 她臉上就是掛出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笑容 她不是屬於說 信主讓你得豐盛 並沒有 反而這個信仰讓她 我們感覺愛手愛腳 你怎麼這麼窩窩囊呢 但是 她的環境 她的生活 她的生命 就成為在她的信仰 在她生活裡面 讚美神的時候 變成是一個見證 人家知道說 這個老媽媽 你的生命裡面 真的有神的 就像保羅希拉 他們即使被關在監獄裡面 即使環境不如她的意的時候 但是開口讚美神一樣 像詩篇的 今天是詩篇100篇 像95篇如果有帶聖禮 95篇的前面的 那邊也有 跟今天的經節是一樣 你要屈身 95篇的6節到7節 7節前半部 她講的 你也是這樣 我們要向耶和華 跪下屈膝敬敗 我有沒有承認 我生命裡的一切 因為是她來掌權 她來引導 有可能怎麼樣子 有可能我在一個很困難的環境之下 你看我們剛才講的那個老媽媽的環境讓我們看見說 哇那個耶和華那個上帝真的 他的大能他的手幫助他在那樣困難的環境之下 包括一個心理學家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也是存在一個那個希特勒的那個被統治的那個狀況裡面 但是他活出一個美好的神明 一次於當他 當那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個精神醫醫學家他自己創造了一個 存在的醫學的治療的狀態 那這不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欸我怎麼這麼苦 怎麼這麼糟糕 但是呢上帝是用性死慈愛帶你的 特別是我們怎麼樣子可以經濟到上帝是用性死慈愛來帶你 以至於我們可以歡呼向主歌歌唱 生命記這一段經節可以大家彼此來勉勵分享 生命記的三十二章的十到十一節 其實我在遇到曠野的當中 我的四周圍是荒涼的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依然用什麼 依然用他的慈生愛所去保護我們 去觀照我們 甚至有時候你覺得你已經按著他的心意 去做了怎麼感覺事情啊 或者是遇到的惡惡事還這麼多呢 你要想想上帝下一個階段的祝福 有時候會想會像怎麼樣子 有時候會像老鷹這樣子 攪動那個草我 讓那個小鷹 可以因為攪動的時候呢 他自己怎麼樣子展開翅膀 在下一個階段他可以翱翱翔 有時候有的人一遇到麻煩事情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就哀哀叫 或者是覺得呢 好像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子的麻煩事 但是我覺得生命記的三十二章的這一段話 可以成為我們的幫助 我們有時候也會講到說 有時候喜樂是怎麼樣子 有時候喜樂不是怎麼樣 不是你去KTV唱歌 不是去逛個街得到的喜樂 有時候喜樂是在你各式各樣當中 遇到麻煩的事情 痛苦之後去經歷上帝的帶領 那種喜樂是什麼 那種喜樂是真的喜樂 而且就像雏鷹 被這個老鷹去攪動那個草 然後你可以張開翅膀去 去往上帝更美好 為你在創世以前更美好的計畫去飛 我們講到說向主歡呼 我有聽過一個故事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個很老的可愛的雞雞雞 他其實他有一個很美很美的歌聲 但是很不幸的後來知道 晚年的時候知道說自己舌頭身體上面 有一些狀況 那以至於要開刀手術 那他在開刀手術的時候 之前他就是問了主說 以後可不可以在 他問醫生說不可以在 胃阻隔腸嗎 醫生不可能這麼殘忍的跟他講說不可以 就是搖搖頭示意 但是他大概知道 所以呢 他就在這個 在知道自己 將面對什麼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子 他還是為主來高歌一曲 讓他的整個讚美敬敗的過程當中 去怎麼樣 去做美好的結束 甚至怎麼樣子 在他周圍的人當中去影響 因為這個故事我聽過的時候 很感動人 他本來是 是有很好 上帝給他很好的恩次 很好的詩可以讚美 但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可是如果一般人 遇到這樣子的麻煩詩的時候 有可能是呼天牆 可是他沒有 因為他知道那個全能的主在他裡面 也可以說他知道他承認他 耶和華是他造的 所以他可以帶出這樣子的信仰 他可以帶出這樣的信念裡面 我們也可以講到什麼 我們也可以講到是什麼 當像你們當小的耶和華是上帝 我們剛才講的是 小的是什麼 小的是承認 我承認我的生命的一切是主 另外的他也有一個是什麼 我認識他 我知道他 我知道他的屬性是怎樣 我知道我在困難的環境當中 我認識我的神 他不會這樣帶我的 因為我認識他 所以我可以超越我環境的一切 去看待我現在的所有 有沒有認識神很重要 西奧的哲學家蘇格拉蒂也會講到說 我們當認識自自己 可是我們也要講的 如果沒有認識神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認識自己 為什麼呢 我們來分享一個故事 在早期的時候麻風病是非常非常的麻煩的一件事情 都要送到某個地方 那有一個少女她大概十五歲 在那一個很早期 但是現在沒有 在那很早期的年代裡面 她怎麼樣子 她等著麻風病很麻煩也很危險 她就被送到那裡 那家人也不算是跟她隔閡 但是沒辦法 可是父母跟醫生 還是很努力的協助她 以至於她在五年之後 她全力可以離開那個環境 但是呢 當她回到家裡的時候 一般人的常識知識不足 對她有隔閡 對她 你知道有時候那個環境的氛圍 會讓一個不認識上帝的孩子 有一些錯誤的了解 所以以至於 她本來是不健康的進去 在那邊度過五年的時光 當她回到家裡的時候 她被那個環境淹沒的時候 她是健康的出來 可是她卻是選擇那個自殺的方式 結束她的生命 所以我們說有沒有認識上帝的屬性 那很重要的 雖然我在什麼狀況的氛圍之下 但是因為我認識 我的神是一個慈愛 是一個信實的神 我有去分辨 辯明我的 我們知道小的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承認認識 她也有分辨的意思 我能夠去辯明 我認識神之後我能夠去辯明 上天要祝福我的是很多的 前幾週我去參加一個 女性的那個傳道人的靈靈修音 她當中有一個很 就是心理學家 很不錯的 她分享她說心理學 我們今天當中沒有那個念諮詐心的 她有提到 心理學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心理學告訴我們的是如何靠心理 她們受這樣的訓練告訴我自己 強大壯大我自己 來去面對我的生活各式各樣的環境 但我們的信仰剛好顛倒相反 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 我們是不足的 我們是弱小的 但是當我們把自己 也不能夠說縮縮起來 當我們知道我們是弱小不足的時候 我們要看見上帝是多麼的 豐盛的在引領我們 這是跟心理學跟我們的信仰 有一定點不一樣的 但是我更要說的是 心理學的基督徒他們是有福的 為什麼我們知道給予給予給予的時候 人都會有枯竿竭封奧的一天 特別他們是做橫劍的 或者是至上足道的 但是當他給的時候 他可以去由上頭去連接的時候 其實他是比其他的同業人員 或是同領域的人來講 他們是幸福的 因為他除了給之外 他知道他還有一個從上面的字 可以給他豐盛的愛 這是他們跟別人 別的同一個領域 跟別人所不一樣的地方 同樣的你們當小的耶和華 是上帝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宣告 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女孩子如果她知道 他的神是什麼樣子 他可以分辨是什麼樣子 他可以在他的環境當中 去做禱告的動作 不會是他最後選擇的環境 我們要明白 我們是神所造的 當我們來講說 今天這首詩歌 上帝與我立約 其實這首詩也是再一次 當他們聖殿完成 或是當他們散聚在各地回家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 其實也是再一次的去跟神去表明說 主啊我願意承認你 我願意再一次認識你 我願意去宣告你是我生命的主 我們可以從這當中來看到 上帝的屬性是慈愛的 後面的第四節第五節 一步步說 我們從這一個 今天早上這一個詩歌 我們是不是可以互相的來學習 向主歡呼的同時當中是什麼 向主歡呼的同時當中 後面也有一些回應 一些上帝啊 我要向你做什麼 我要當向你唱歌歡呼之外 我還要有聖經的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說 祂是要什麼 祂是要你侍奉祂 敬拜祂 我們可以看到的 在這當中 向主歡呼 當你經歷到神的恩典慈愛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祂是我的主之外 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回應在裡面 知道說 我該怎麼樣子成為你 合理心理的人 我們在今天早晨看到好多人 或是無論是在早晨或是中間 在職場上面 你知道聖地在你當中引導你 你也向祂開啟你對祂的回應 有做很美好的事工 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是很渺小不足的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上帝在我們當中 做那個很美善的工作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透過今天的早晨 我們從你們當小的耶和華 是你的上帝 我們再一次用很簡短很簡短的經文 稱為我們在下一週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引導 盼望這個經文刻在我們的生活生命裡面 帶出上帝對我們的祝福 也帶出我們對別人的祝福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阿民的父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謝謝你 謝謝你的約 是永不改變的約 謝謝你的信實 慈愛 成為我們每一天的幫助 我們每一天的力量 主 我們向你說 你的慈愛 你的信實 成為我們每一天的力量 成為我們每一天的幫助 在我們所在的現場裡面 不論我們在 處於在什麼樣子的 景況當中 當我們回應你的時候 主 你永遠是用笑臉來幫助我們的 主 謝謝你 我們在今天的早晨 再一次的 向你表明 我們是你所造的 我們完全屬於你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的聖名 阿們 無論你現在是處於 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 你要知道 詩人講的 向主歡呼 這個是 就是 祂給我們的祝福 祂給我們每一個人 在生命當中的 一個權利 所以我們用 回應詩這一首詩 來去回應神對我們的愛 不管你是現在 你感受到 上帝對你的祝福 你用這首詩來回應神 你感覺好像沒有 但是你要永遠記得 向主歡呼 是上帝給我們一個權利 你可以進到這個裡面 來去回應你周圍的環境 以至上帝要帶你跨越下一個 另一個下一個階段的祝福 好我們用這一首詩 然後我們起立 請 祝福我神 我被狂居不满坎 你手铸造 一切奇妙大功 阿借祈求 又听到隆隆雷声 滴滴大门 免败了宇宙中 我一个中 赞美救助我神 你这味道 我的味道 我一个中 赞美救助我神 你这味道 我的味道 我一个中 赞美救助我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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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偉大 何能偉大 我一个求 赞美救助我生 你真偉大 何能偉大 我们请送恩那个金拜台一直唱副歌 我们来思索 思索 感谢主 因为我认识神 我不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 所听到的那个麻风病的笑容 因为不认识神 必须不认识自己 祝你幸福 赞美救助我生 祝你幸福 祝你慈爱和我们的丰盛 我们再一次的回应神 用这个第二节再唱一次去思想 感谢主 祂用祂的生命为我们更新 因为祂的生命 因为上帝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知道 祂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有时候要地克风险的祝福音乐 我们这的眼光 何不得起了 作证 第二段 在世间 本月陪我一种人 流血车身 唯有神灭我醉 我领的尘 赞美 祝祝我神 你成为荡 何能为荡 我领的尘 赞美 祝我神 你成为荡 何能为荡 我们一起祷告 佩根我们用生命赞美的主 主 谢谢你 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已经创造我们 拣选我们 在我们疑惑当中 你用怜悯慈爱 不断的引导我们归向你 主 你是信实慈爱的主 主 我们向你说 你慈爱的约 永不改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当回应你什么 我们当回应的就是 我们在你的 我们当回应的就是 主啊 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当回应的是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 不论是在家庭 不论是在工作当中 你是我们的主宰 你用全能掌管一切 主啊 我们在这里 求你再一次充满我们 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充满在我们花语堂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每一天 每个时刻 我们这样祷告 使公主耶稣的圣名感恩 阿们